現在我要示範Shuffle節奏的Hi-Hat 部分怎麼打 比較基礎的演奏方法 只要用一般的打法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動作 我現在示範一次 可以參考我之前在打點板上面做的示範 不需要特別區分輕重音 只需要注意以三連音的感覺 Hi-Hat打在每拍的第一點跟第三點 像是這樣 One Tita Two Tita 我剛剛是打在Hi-Hat的Top 你打在邊緣也是可以的 聲音的顆粒聽起來會比較大 音色也會不太一樣 現在我要示範把Molar這個動作加進來 有時候我也會說這個是Down Up這兩個動作的組合 我們先解釋一下Down Stroke 在我之前的影片裡面也有介紹過 可以去找來看 就是從高處揮下 然後擊中的時候不要讓鼓棒彈太高 停在相對低的位置 Up就是從低的位置 打到打擊面的時候 同時向上拉 讓鼓棒停在比較高的位置 還有Molar這個動作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注意一下Molar怎麼使用 現在我把這個Down跟Up結合起來使用 在每拍的前半拍 也就是三連音的第一點 那個音是重音 在這之前我手會有一個Molar的動作拉起來 然後打下去 再來後半拍也就是三連音的第三點 會用Up這個動作 所以連起來是這樣子 One TTA Two TTA Three TTA Four TTA 剛剛這個打法可以都打在Top上面 聽起來還是會有一中一清的感覺 也可以調整一下角度 也可以調整一下角度 讓你的重音打在Hi-Hat的邊緣 往上拉的時候 那個後半拍比較輕的音 打在Hi-Hat的Top 再一次喔 重音打在邊緣 輕音打在Top 這其實不是必要的啦 但有的鼓手會這樣練 我現在試試看把這個動作跟二四拍的小鼓接在一起 要針對 動作跟二四拍的小鼓接近 在 سے幅間來緣 就像這樣子 要針對 一描 如果是在這一個動作跟三個動作跟五六拍的小鼓接近 一描 我要在第一拍加上大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